这么年轻结婚 后悔了怎么办啊 对啊 这个问题 你们应该去问我太太 不应该问我 因为她 比我优秀太多了 我呢 只是一个普通人 在一个合适的年纪 遇到了一个 超乎预想的人 如果我不跟她结婚 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太让人羡慕了 对啊 老师 您别回答问题了 讲讲你们的 爱情故事 就是啊 就是啊 讲讲吧 好了 从现在开始 无论是谁 都可以问一个 跟今天讲座相关的问题 现在可以开始提问了 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老师 您说 金星在行星研究领域中 是一个冷门 那您为什么 还要选择它呢 它对于我来说 是地球的未来 我想看到未来 我想看到未来 是什么让一个过去 拥有过移居环境 和生命的星球 变成现在这样 温室效应失控的金星呢 其实研究它 可以让我们更好地 保护我们自己的星球 当然了 我也希望以后人类 可以将金星 改造成我们的第二个家园 老师 金星的地表 有五百摄氏度 这筑起来也太难了 就是啊 是 确实很难 过度的辐射 腐蚀酸雨 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我们的科学家 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从上世纪开始 他们就提出了各种的方案 比如说 在金星上面 造一个遮阳照 改善环境 或者造一个云上的城市 只不过这些计划 想实施的话 的确非常困难 但是万事皆有可能 只要我们坚持着 时间足够久 所有的不可能 都有机会变成可能 就像我们祖先认为的那样 他们就认为 太阳不会从西边升起 东边落下 但如果在未来 我们的后代 跟上了金星的话 那他们当时候 就会亲眼目睹 太阳从西边升起 东边落下的情形了